欢迎来到肖战newscenter频道 请订阅频道 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深夜有福利啊朋友们 肖战工作室深夜放凉也是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 关键这福利的质量还是如此精良 肖战绝美背部让你清清楚楚看个够 肖战工作室还让不让人睡了的话题 也是迅速冲到了热榜的守卫 果然属于巨星的热度就是挡不住啊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就是肖战的超话又爆了 真的有点记不清这是肖战开年这两个多月里 超话第几回爆了 不要忘了这可是深夜啊 这个爆真的是有震惊到我了 这是有多少人被这波福利惊醒了 这就是来自于活人粉的震撼场面啊 真是羡慕不来的 评论区下面更是炸锅的节奏啊 网友说睡什么睡 赶紧起来嗨吧 也真真是笑发财了 大家说肖战这腿啊 这背肌啊 这气度啊 这这脸啊 他就是不让网友入眠的节奏啊 工作室曝光的这组照片是肖战拍摄GQ的花絮大片 一线大刊的出图果然让人惊艳 肖战在2024年实现了一线难堪满贯 同时肖战也是极少数能登上泰国版GQ杂志封面的华人面孔 时装周期间 肖战台版GQ封面大片也新鲜出炉了 值得让粉丝们骄傲的是 中国台湾版GQ的上限 是肖战继中国版 泰国版之后收获的第三个版本的GQ封面 台湾地区主流刊物对内地面孔的选择和合作都非常的谨慎 甚至可以说用严苛来形容 所以能够在台湾地区主流媒体上有亮相机会的是颇为难得的 肖战就是推翻了一堵又一堵的后墙 购注了自己新的时尚版图 开疆拓图肖战从未止步 粉肖战就是惊喜不断 开年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从时尚大刊到主流奖项到高奢定制 到米兰时装周的顶级排面 肖战就是一次次惊艳你 时装周之后感觉许久没有见到肖战了 高清大片也是一节粉丝的相思之苦 还是且看且珍惜的长发版 这波福利得给工作室狠狠点个赞 天色已亮 我们起来接着欣赏 感谢您观看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